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很高兴又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师父上人 四十八院讲迹 因为我们接触到师父的法 承得个人的感觉 我们这一生得度的机缘成熟了 成熟了就不能错过了 要把它很好的掌握住 要珍惜 像老人家讲经前 都是要念 本师释迦牟尼佛念 开经记 这个开经记讲的 无上甚深 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这个镜头要切 所以这个开经记 这个开经记 难遭遭遇难逢遇的因缘 我们自己 真能体会因缘的不易吗 真能体会因缘的不易吗 这个得我们自己问问自己 那我们说珍惜缘分 尤其书胜的缘是顺缘 顺境不好修 逆境警觉性高 你看逆境二远一出现 马上想考试来了 你看警觉性很高 你看遇到佛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么殊胜的缘 顺缘 但古人提醒我们 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 学佛二年 佛在天边 学佛三年 佛化云烟 祖师大德留这个话 就在提醒我们 人遇到殊胜的因缘 不容易珍惜 所以得常常提醒 可能讲到这里 我们不一定能感觉到 我有不珍惜因缘吗 那我们思维一定是 我们一遇到事情 是先提起来老和尚的教诲 还是先提起来自己的想法 看法 甚至于是自己的感受 诸位同修 这两三天 有没有心情稍微有点闷闷的 不是很畅快 有没有 当我们有这个感觉的时候 那师长老人家的教诲 已经没提起来好几秒钟了 甚至一段时间了 有时候还会闷半天 那就更把老和尚跟佛陀的教诲 就不知道抛哪里去了 所以为什么要有佛像 家里摆一尊佛像 不要摆着 最后就无视它的存在了 它摆着 本事上我们一看到就想 不能忘了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不能忘了他老人家的恩德 老和尚有说 佛像表的意义 第一个 不忘本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经 先念三生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用意 拿摩 这两个字我们都一直在念 不能念到有口无心 拿摩是皈依 皈依 本师根本的老师 释迦牟尼佛 释迦是仁慈的意思 你随着 本师这一句佛号 有没有提醒自己 我要提起我本有的 慈悲心仁爱心 摩尼 摩尼是清静极灭 我的心有没有清静 有没有陷在世里面 神烦恼了 不清静了 我有没有染污什么 你看这个佛号就 再给我们加持 实时不忘本师的恩德 这个人不会迷惑的 我们会迷 忘了恩 忘了教诲 所以我有这些体会 就是我自己忘了恩 忘了教诲 这一次去受戒 念了本师释迦牟尼佛 念了四十五天 感觉愧对他老人家 所以也体会到 为什么讲经前 念三身本师释迦牟尼佛 再念开经记 我们人 现在的根性 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根性 不能说 别人没有这么做了 我也不用这么做 别人的境界功夫 可能比我高 他不用做 不代表我不用做 我们体会体会 诸位同学 你们最近有没有念弟子规 假如没有念了 那你在境界当中 能提起弟子规 来应对处理吗 我们几天不念了 慢慢这些教诲 陌生了 要下顿功夫 要下扎实的功夫 了凡先生 他每天做功过格 那我请教大家 我们现在的根性 比得上了凡先生吗 比不上 那他的用功 我们铁定要这么做 不然我们就没机会成就了 这是离我们几百年的古人 你读了凡事讯 要用心伸住 去体悟 不能读过了 了凡事讯还是了凡事讯 我还是我 我们有没有遇到境界 马上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这句我们用上没有 遇到事情经过了 自我反省 有没有从心圆引微处 默默洗涤 我做任何事 有没有夹杂自私 智力在里面 我的动机纯不纯粹 这也要关照 纯是爱人之心 则会端 有一毫分事之心 则会屈 我们一提到爱人 那首先 最具体的 我们的家人 我们对家人 这一段时间 诸位同修 这两个月 我们跟家人之间 有没有起情绪 为什么起情绪 修行人不能经过一些事情 都不知道啥情况 问题出在哪 不知道 所有的事 必有因 今天会呈现 跟家里的人 起情绪 闹矛盾 你因找不出来 下次还会出现这些情况 修行人 是越修越明白 面对境界清楚 不是打迷糊仗 不是打迷糊仗 我感觉自己还没学佛以前 也很会打迷糊仗 也很会打迷糊仗 往往往都是什么 谁害我的 万法因缘身 外在只是个缘 因都在自己身上 可是我们第一个念头是谁造成了 好像跟自己没关系 比方说 我也曾经遇过这些情况 在行走 在行走当中 大家排队 走着走着 突然 突然前面的人 有一点快跌倒了 他马上就说了 就是前面有人的脚比较伸出来 害我差点跌倒了 大家听有没有道理 一个人的心脚肉是安定的 他有可能会被人家稍微伸出来的脚 半岛吗 铁定是他走路的时候 心都不安定 心思飘出去了 身体也在那里晃 告诉大家 心在飘的时候 身体绝对不是中正的 所以以前老和上 因为老和上 他说已经在国际间走了 回到静中学院 时间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当弟子的 可不能说 老和上很少回来 不知道我们的情况 那是我们自己当弟子的角度 了凡事讯说 春秋朱大夫见人言动 一而谈其祸福 就看一个人的动作 就断他的祸福 你不厌者 都断得很准 都应验 左国诸记可观也 国语啊 左传里面 记载好多这个事 那老和上是大修行人 他回来 回来个一两个礼拜 看看我们 会不清楚我们的状况吗 其实更重要的 要自己看得清楚 自己的状况 要有自知之明 别人提醒那是辅助的 一个修行人 假如修到自己哪里念头不对 言行不对 都看不出来 那从哪里修 修行就两件事 知过 改过 一日不知非 则一日安于自事 我今天好像在推荐了凡世讯 宝书啊 老儿章念三百遍 我们今天讲了一个重点 了凡先生都得这么干 我们能不干吗 老和尚都这么干了 我们能不能这么干吗 老和尚都守三个条件 我们守不守 我话只能讲到这儿 在讲的太那个 可能下一次上线的人就减少 这个缘就搞断了 点到为止 现在的人要做啥事 都得要很自愿的 不能被勉强的 当然从成德个人来讲 因为我去受戒 受三谈大戒 戒为无上菩提本 我们每个学佛的人 终极目标是什么 缘正菩提 缘正佛道 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戒为无上菩提本 所以戒是根本 偶尔大师说的 持戒为本 净土为规 观心为要 刚刚我们引了凡事讯的句子 不就是观心为要吗 为什么跟家里的人会闹矛盾 我爱他 怎么会变成起情绪 愤世之心 嗔恨都从哪里来 贪 贪不到 不顺自己 撑就跟着起来 你不会去跟路边一个不认识的人 生气 你很容易跟家里的人生气 爱一个人应该不会生气 纯是爱人的话 那就是慈悲心现前 真心现前 怎么会生气 那边夹杂 夹杂着要求 你有要求了 对方不顺你了 不欢喜的情绪就上来了 要找到 找不到根源问题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我们要不跟家里的人越来越不会起情绪 要不会越来越起 修行人不要侥幸 所以经历事情 能看到根源问题 看到自己的问题 就已经很有修养了 而老华上说的修行就两件事 知过 改过 看得到自己心念的偏颇 这个是知过 老华上讲经最常讲的一句 六根接触六层 六根接触六层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那一句话就把修行的总纲领告诉我们 怎么修 修不起心 不动念 境界高 我们分两段操作 这个不起心动念 到极乐世界再完成 现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心念一有分别了 马上察觉了 察觉了 叫不自欺 有时候分别兴起来了 爱真兴起来了 不承认之外 还找借口 那就是自欺了 甚至那个借口里面 把佛搬出来了 这个叫合法 掩护 非法 把这个老和尚搬出来了 听说现在也有人把我搬出来 把我搬出来 打他家里的人 诸位忍者 请大家手下留情 不要坏了我跟你们家里人的法缘 我见到一些家长 我都跟他们说 请你们手下留情 你们的孩子可能十年 十五年之后 可以来到我身边 可是你们的手下留情 他们才来得了 我首先提醒他们 你们不要逼他 一定要念英国汉学院 你们这么搞啊 我就见不到他了 因为有执着点 就会强势了 你要关照啊 你这个强势本身就是执着了 有贪 有撑 有吃 有慢 有余 全在里面 还有 我们有一个习气 太急躁了 修行人要很敏锐 什么事情都要让他水到渠成 不要超之过急 大自然就在教我们 万物皆从 成熟德 熟果不摇 藩自落 那个水果成熟的 它自己掉下来了 不用你去硬把它摘下来 你硬把它摘下来是什么结果 很酸 不好吃 诸位同学 我们吃这酸的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马上回到修行上来 我为什么最近跟家里的人相处 有些摩擦不愉快 我太着急了 太苛求了 太苛求了 反效果了 反效果了 缓下来 家里的人是我们的依报 随着自己的心 心是震报转 真正解决问题 绝对不是在外面 一切法从心想神 是自己的心决定的 从根本修就是自己的心念 因为自己受戒 受三坛大戒 对这个戒为无上菩提本的体会 有稍微增加了一些 张家大师教导老和尚 戒律很重要 我们有没有把这一句重视起来 我们在家人持五戒 不杀生 主师们开解是什么 不恼害众生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 有人因我而生烦恼 犯了煞戒 我相信诸位忍者 有受五戒的 应该是有的 不知道大家在听老和尚这个教诲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没有在转变 有没有常常在观照 谁因我而生烦恼 就会去调整自己言语的分寸 重视不要脑害众生 自己的心地就越来越柔软 所以假如我们并没有感觉 我们自己的心变柔软 那这个持戒我们是向上受了五戒 但没有实质去持 佛法重实质 不重行事 不要干那个自欺欺人的事 骗自己骗别人 甚至受了戒 我受过五戒 我受过菩萨戒 拿来当明文立养炫耀的本钱 那就更颠倒了 刚刚跟大家讲到 可不要拿佛经老和尚的教诲 去当借口 去打别人 比方说这个事情起了分别心 起了退缩的心 不想干这个事了 修道的人 一所单为再难 都肯把它扛下来 这个时代 你真正要做利益众生的事 哪有轻松的 了凡世迅讲到了 善事常义败 善人常得报 所以我们这些祖师都是迎难而上 离我们最近的李秉兰老师 这个我们修行做佛门士必遇困难 困难越大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那请问我们现在遇到事情了 会不会很紧张 会不会想溜之大气 我们遇到事很紧张 要关自己的念头 修行要改个性的 个性改了 你的心就跟阿弥陀佛越来越相应 跟阿弥陀佛的心越来越相应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可是假如心不相应 能不能往生 相应很重要 印光祖师有一段话 我们复习一下 这些法语要常常看 不然也忘记了 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同修知道我要讲哪一句 相应哪一句 念佛之人必须事事长存终述 好 我们现在复习这一句 那这个我们几个月前 甚至是一年前 因为这句话我们一起探讨了 我喊不下五次 我喊不下五次 应该有了 我们要问问自己 我现在面对的每件事 我是不是严以律即 宽以待人 这可以检查 这可以检查我们是不是解形相应 不然我们会落入 偶尔一大师 讲的其中一个修学的问题 求解不求证 很喜欢听经 懂这些道理很舒服 可是没有去做它 没有去行 没有去证 这样会修得比较傲慢 为什么 你懂得道理多了 不立行但学稳 所以很多学问可能拿到博士 可是他可能离婚 他太太受不了他 你读书读那么多 你能落实个三五句 那人家就很敬佩 尤其你另一半离自己最近 我们真的落实三五句 念念未人想 忠述之道 那你另一半跟你相处 如暮春风 我可能讲到这里 大家下一个念头 我没见过这样的夫妻 诸位同修 我们去看看历朝历代 流名轻史的这些读书人 你看他们的太太 佩服他们 你看这个范仲淹出将录像 去守边疆 跟西夏人打仗 当然最后还感动西夏人 太太在家里扛的那么重 一点怨言都没有 敬佩自己丈夫的德行 还有一篇 还有一篇双刚签表 不知道在这读过没有 欧阳修写的 他父亲去世了 他的母亲常常都在念她丈夫的德恨 我们自己检查检查 有时候遇到很熟的朋友一开口 没有批评丈夫两句 实在有点不甘心 这不妥啊 这个要常礼举要好好学 家丑不可外扬 世事长存中树 星星提防过千 怕自己心念错了 心念不要去分别执着 这是修行的重点 我们要看到 不要挑境界 我们做阿弥陀佛弟子 我们学《无量寿经》的目的 就是效法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学四十八院讲记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不能完全像 也要越来越像 老和尚说 我给大家介绍老师 阿弥陀佛 学是效法的意思 跟阿弥陀佛学 越来越像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跟老和尚学 越来越像老和尚 阿弥陀佛 这样才叫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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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自己的心念 关照清楚了 老和尚常常说 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 那无量寿经那一句 纵使身子诸苦衷 如是怨心永不退 这一句我们要不要学 假如这一句要学 那就不能挑境界 因为这个境界又不是我们去攀缘来的 攀缘就不好 你假如是攀缘产生烦恼 那个检讨 不要检讨说不挑境界 那个检讨要检讨什么 是非已物轻弱 苟轻弱 净退错 要再重新评估因缘 好净退 假如是意所单为 下一句印竹讲的 知过必改 见意必为 意是应该的 该做的 如是之人 决定往生 若不如是 则与佛相反 决难 感通 心跟佛心不相应 心跟佛心不相应 就是跟真心不相应 那跟真心不相应就起烦恼 起烦恼是招感冤心债主 所有的因缘都是感召来的 心生万法 自己的心感召来的 所以要学阿弥陀佛的存心 纵使生子诸古中 如是愿心永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经历文革的这些老人家 我见过夫妻 一位先生活到一百多岁 太太九十多岁 都走得非常好 先生在那个时候被关起来了 太太独自抚养六个小孩 那个年代的人 有传统文化的熏操 哪怕不适智 他那种成长环境就一直熏 对家庭 对孩子 他觉得是应该做的 不可能有抱怨起来 一手单位 可能我们现在才一个孩子 他抱怨就很多了 差别在哪 处世的心境 在那个年代 都是见义勇为的 自己生活已经这么困难了 没有 抚养六个孩子了 邻居有困难 帮忙 亲友有困难 帮忙 乡里里面有精神不正常的人 都帮忙 自己再困难了 看到可怜的人 于心不忍 就是那个年代的人 所以那个年代的人 他真的是见义必为 只要有人给他介绍念佛法 他接受了 这样的人往生的 这种几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诸位忍者 你们的爷爷奶奶 你们的爸爸妈妈 往生不难 重要的是 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 怎么介绍 自己要依教奉行 自己依教奉行 你父母老人生欢喜了 这个佛法好 传统文化好 我这孩子 我这孙子接触之后 改变很多 可不要 自己都没好好做 那种全家人都要听我的 那个静又来了 搞得家里的人都很有压力了 看到我们就想躲了 对自己的父母长辈 不是用道理压的 比方说生病了 应该是要 关心他 体恤他 让他感觉到温暖 爱 你可不要马上压过去了 他生病了 无偿迅速啊 赶快念佛啊 还没感觉到温情啊 就是 道理就先压过来了 调剂人情 发明 发明事理 发明事理 知所先后 言语什么先讲 什么后讲 说实在来 这个也不是话术啊 心静到位了 柔软了 体恤人心了 体恤人心了 自然就 什么话 该先讲 后讲 就很自然 这个 刚刚跟大家讲到 那个界为无上 菩提本 我们学佛 在家人 五戒 有人 受八观在戒 受这些戒的用意 因为我们修戒定慧三学 目的就是要处理生死 那出离生死啊 你对这个世间的欲望还很重啊 怎么出去啊 所以受这些八观在戒其中 也是在慢慢把世欲放淡 这个我们要去体会 比方说过中不实 这位大德同修啊 有没有看出来 我又苗条了一些 因为我们主办单位 台湾台中 这个太平佛恩寺 他们一开始啊 他们一开始啊 没有叫我们马上过中不实 这个就是展现什么 体恤人心啊 调剂人情啊 假如说一进来 从今天开始 不会提供你们晚餐 马上 这个精神更紧疯了 大臣佛法 持培为本 设身处地 你看人家都用法展现出来 不是用硬邦邦的规定啊 它是有弹性的啊 所以我们先马上感觉到人家很体恤我们 其实我要去受戒以前 因为工作量相对还是大 有一点担心啊 我的体力扛不扛得了 真的这个担心的念头起来 不过会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 要相信佛菩萨安排啊 自己不操心 哦 结果啊 报到 隔天才是第一天嘛 前一天是报到嘛 3月3号报到了 当天晚上啊 我这么多年来啊 都是一个人睡一间房 甚至于在英国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住一栋屋子 疫情期间就是一个人住一栋屋子 马上英远创 刚刚跟大家说不挑境界 我马上这个考试来了 六十个人住大同埔 所以自己有没有功夫啊 换一个环境很容易检查出来 不要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你看一换 晚上挺热闹的 结果不适应了 整夜就没法睡了 隔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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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毕竟都是在教学任务 所以啊 到了佛寺去做早课 站一个多小时啊 我这个腰呢 比较没那么好 一站一个多小时啊 都快有点呼吸困难 当然要撑了 撑到吃早饭了 坐下来还没吃啊 感觉有点连坐都坐不住了 我也怕我贪在那里 赶紧啊 自己先离开厨房 走走走走 还没出厨房啊 已经走不动了 我们这些营理师傅啊 人都非常柔软 很关心人 看我的样子 不对劲了 过来了 把我给 两个人把我给掺去 结果就扶到最近的卧室 是他们的卧室 还不是我们的大同步 我们大同步在另外一层楼 那我平躺 就稍微恢复一点 结果把人家给吓到了 怕我是不是我心脏有问题 有什么闪失 这个不好交代了 我一看人家那么紧张啊 他说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 我说好好去医院检查一下 看心脏有没有问题 我们已经体恤到人家在担忧我们了 这个时候可不能 我没问题了 不用去了 要懂得体恤人家的心 横顺众神 人家的工作量那么多了 当营理师整天要陪伴我们这些心界 心界比秋晚 有时候我们晚上睡觉爬起来十二点多了 哇 营理师还没休息 隔天也是四点多陪我们做早课 那个付出的精神也是让我们很敬佩 所以后来其实我是知道我是低血压 所以一下平常都没这么在 一下站太久了 身体有一点适应不过来 后来一检查很正常 先按人家的心 所以四十五天过来 见到大家 我觉得有点奇迹 慢慢就适应了 其实我们念头里面不要去生烦恼 多念佛 很多事就慢慢就平稳下来 六字统色万法 肯念佛 啥问题都能够解决的 但是要真念 那在这个三藩大戒 第一个 沙弥戒有十戒 第二是比丘戒250戒 然后还有进一步是菩萨戒 那受了戒 我们都是在这些当代高僧面前受戒 他们给我们做证明 我们还要发愿 发了愿假如不做 就良心不安 当然首先是学戒 你学了明白佛智戒 超越时空来指导我们的道业 来成就我们 你体会到这一点 你再念拿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不一样了 佛真的是调育丈夫 调肤我们 娑婆界刚强难化的众生 十方诸佛都赞叹 释迦牟尼佛 能为圣难稀有之事 能于梭博国土五着恶事 劫着见着烦恼着 众生着命着松 为一切众生说此难性之法 视为甚难 释迦牟尼佛也是难行人行 给我们做榜样 我们不能退缩 刚刚提到的八观哉戒 其实沙弥戒也都是跟这些相应的 里面过忠不死 就是调肤人对于吃的贪欲 食色性也 人比较重的习性 就是吃的欲望跟男女的欲望 那这个你不放弹 你就被这个世间给你揪住了 你怎么处理呢 当然我们的整个身体状况 跟佛那个时代还是有不一样 我们了解这个精神 往那个目标循序迈进 有时候超之过急 也是我们的一个习惯 老师在讲经的时候就讲 可能有修行的人一下子调到只吃一餐 而且吃的特别多 最后呢 胃出毛病了 那有没有察觉到 可能是自身的性格太着急 太逞强 那个是修行的重点 要关照到我 然后慢慢慢慢调 循序渐进 所以佛是觉的意思 在哪里觉 在处世待人当中觉悟 问题在哪 我哪句话讲不对的 我哪个态度让人难受了 在做事当中觉啊 不然要去哪里觉啊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啊 这是六祖大师很重要的教诲 做事要寻着道去走 最近刚好跟汉学院同学上四书 大学先上了 所以陈德一出戒坛 停了四十五天 欠人家的课 该处理的事啊 马上过来了 所以这个出来之后啊 在里面呢 还是挺好的 啥事都不用办 一出来啊 事情二十四小时 甚至四十八小时 都有一点不够用 现在还有好几件事啊 要寻这个这个 陆续啊 去处理才行 在这里就练哦 在里面不用办事 跟出来一大堆事啊 平等 这个就练不分别的行啦 不然要去哪里修 在里面很欢喜啊 出来也要欢喜 所以日日行不怕千万里 常常做不怕千万事 不要着相了 事情一多 看到这个相要产生烦躁 不妥当 事情很多 要想到佛菩萨安排 来考我的事的 不要着相 事情再多 我把它简单化 怎么简单 我把我的心锁好就好 我只管一件事 管我的心念 不复杂吧 不难吧 没压力吧 修行要越学越简单 简单到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简单到南无阿弥陀佛 那你的心都在佛号啊 事情一来 你就像镜子一样 照得很清楚 用心如镜 平常不念佛 妄念纷飞 突然又有事来 你更紧张 更纷乱 人要把事情处理好啊 一定是平常的心地功夫 平常就很慌张很着急 真的要把事处理好也不容易了 所以大学说 定静安律得 定静安律得 一个人 思虑事情 能够真正思虑出 解决问题的这些手段方法 一定是他的心是安定的 定静安律得 所以诸位同修 我们去处理事 首先要先安定下来 所以为什么 唯学第一功夫 详得福造之气定 好啊 我想定啊 怎么定 知子而后有定 子在哪里 子于至善 老儿上有说 子于至善是什么 子于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假如 子于极乐世界 这个心就比较安了 这个心不容易被 世间的五欲六成所动 我们就是这个也希望 那个也希望 这个也想吃吃 那个也想看看 这个心就不安定了 所以老儿上这个法 妙法 指于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老儿上有一句话 我只有一个愿望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下一句 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听到老儿上说 我只有一个愿望 我们要思维 我有什么愿望 我走过的地方不少 遇到一些有缘的同修 他一听我去过这些地方 他马上就问了 那个地方有什么景物 风景很好 什么东西好吃 每次他这么一问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去一个地方 就是去讲学的 没想说要去哪里玩 我记得去哪里玩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去燕荡山 去温州讲课的时候 哇 那主办单位太热情了 我们燕荡山 这个是文化遗产 赞叹的老半天 害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他 再去看 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这个叫住正定句 我们已经学过这一院了 大家要知道 一个人住正定句的时候 你那个佛号是非常非常相应的 你是一心归命 只有这个目标 我们想往生 很快的 这个心又被 这世间的人数 又把我们揪到 其他的方向去了 这个我们自己要观照得到 好 我和大家讲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那个执着 实在推不掉的因缘 怎么样 练普贤行 恒顺众神 可是你在恒顺的时候 不要心不甘情不愿 恒顺当中 你跟他有共同面对的境缘 这一些境缘 只要我们修学 我们有法力 有道力 整个旅游的过程 都能掌握一些机会点 那这个都是随缘妙用 对啊 出去玩就是一个因缘 妙用 产生什么 自己在这个过程提升 会横顺众生 会称赞如来 在玩的过程 家里的人有什么善根 突然去帮助别人 还是怎么样 赞叹 所以老和尚是学华眼的 事事无碍 老和尚那些经教我们 真的能放在心上 在境界提得起来 真的会越来越感觉 事事是好事 事事无碍 诸位仁者 大家菩萨事得练得怎么样 随缘妙用 妙不可言 还是很不妙 怎样才会妙 心上有阿弥陀佛佛佛号 就能妙了 心上念念在为人想 都是用真心就妙得起来了 事有百折不劳之真心 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 我们要利益对方的心都没有退 真的会有佛不在加持 会有灵感出来 有时候在想着怎么样处理这个事 怎么样帮这个人 想不出方法 算了 去念佛吧 想不出方法 不要硬想 专注在佛号 先放空 万元放下佛号提起 念着念着 诸佛菩萨一加持 有灵感起来了 我们要去利益众生 跟十方诸佛菩萨是同心的 他们都会加持我们 所以不要害怕处理事情 观音菩萨入的境界 尚与十方诸佛同一持力 因为感通了 跟他们一样持悲心 所以老和尚说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一心利益他人 佛菩萨的频道接上 那个加持力就过来了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 会修的能观照自己的念头 有分别 有执着 你知道 饮食的欲望要慢慢放淡 可是不能又一下子很执着 把肠胃都给弄坏了 那个执着静起来了 我们能看到这种分别执着 这个八观哉戒 其他的戒 不要睡高广大床 用意在哪儿 当然你 这个 我们能了解这个戒的用意 你在迟的时候 会很愿意 很欢喜去吃 就好像一般的人 一提到戒 他压力来了 那个就是对戒不了解 戒是来成就我们的无上菩提的 因戒得定 因定发慧 这个是《楞严经》上的一段很重要的话 色心为戒 我们的心是很容易跑出去的 眼见色被这个色相拉走了 耳闻声被这个声音 本来在念佛了 被这个声音拉走了 鼻嗅香 舌肠胃 包含身体的触感 女子很容易 很喜欢人家牵牵手 人家抱一抱 这种触感 都会让人留恋 当然你不要听到这里 女先生给你一个拥抱 你就把它大力推开来 女先生说你怎么搞的 原来是听了陈德华是讲坑 那就麻烦了 心里很清楚 我们不去在这些境远 提高这个贪着 是修自己的 但是能体会到别人 这是一份关怀 所以佛法都要活学活用 不然学了佛法之后 跟家里人 跟社会格格不入 这个就学的可能 学执着了 所以我们修学要注意 事事是无碍 不能搞的 越学越分别 越学越执着 那摄心为戒 要把心收回来 念佛是一个 收心很好的方法 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你看这个摄 把心收摄回来 而这个敬念相继 里面很关键的一点 摄耳递听 因为我们说佛界 大部分的人 耳根最立 此方真教体 亲近在英文 这个是《楞严经》里面 二十五大菩萨 把他们修学的法门 讲出来了 最后 请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 选哪一个法门 最适合这个世间 选的观世音菩萨 耳根 原通章 其实后面两个 都是特别法门 在最后 第二十四应该 大师之菩萨 念佛 原通章 这两个大菩萨 它是融在一起修的 以大师之菩萨 都摄六根之法门 修观世音 反文文字性之功夫 因为你在念着念着 就是摄耳地听了 你的心没有往外了 往内了 观音菩萨是入流往所 往内了 不是往外去攀缘 去生烦恼了 佛法是内学 往内了 人一往内 就容易关照到自己 不对的念头 那往所 就是要放下 这我跟我所 我们很容易就产生分别对立了 我 你 他 金刚经常提醒 不要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些念头一起来 这些念头一起来 就产生相对了 就很容易 你有一个我所 我的什么东西 那些都有可能是我们 会产生贪着的静缘 我的家境眷属 我的车子 我的财产 我的名声 我的种种 这些往外 拉回来 摄耳地听了 下连句了句是说 六十日用中 勿忘唤醒自己 一身佛号内 只贵自聚分明 不要把修行搞得太复杂 念佛法门 不复杂的 不要搞得又去搞神通去了 越搞越复杂 一字一句念清楚 听清楚 听清楚 一听清楚 你其他的六根 其他五根就拉回来 慢慢慢慢就拉回来 所以陈德是 每一天都期待 快八点 很高兴 跟大家一起念阿弥陀佛 我希望自己处理的事 比方说讲学的 子弟兵慢慢出来 把这些教学任务 让给他们 我负责处理的事 慢慢能够交出去了 可以多跟大家一起念佛 念佛是正修 正柱双修 不能忽略着念佛的功夫 当慢慢的我们一起念佛是一个小时 你们就知道我的任务可能 比较简直一些了 但是要练不分别 坐在这里念阿弥陀佛是念佛 去处理事情是不是念佛 都要在这里念不分别不执着 幸运的就是有老和尚的法可以依止 老和尚说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世带人揪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这个念字精心 心上真有佛 处理事情的时候 很真诚去处理 考虑到这个事当中的每一个人 来练我们的慈悲心 然后问问自己的动机 有没有自私在里面 有没有明立心在里面 清不清静 有没有慢心高下心在里面 平不平等 平不平等 立是练心 所以为什么说知子而后有定 我们处理事为什么不定 因为我们处理事情里面夹杂了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的追求 所以不定了 得失心了 起起伏伏了 我们放下这些 我们是指在什么 指在至善 指于至善 至善就是明明得清明圆满 叫至善 其实就是成佛了 智觉是明明得 觉他是清明 孔子讲的跟佛讲的 英雄所见相同相应 那智觉觉他就圆满 就成佛 就是子于至善 所以我们为什么能随缘妙用 因为我们 指于要自觉觉他圆满 我们在思考事情的时候 就不会动这些 世间的得失烦恼 心比较能定下来 大家去感受感受 我们的心念都是 怎么自己放下欲望 怎么去利益他人 不容易烦恼 你说有啊 我真的想为他好啊 可是我很烦 那这个我们 关照自己的念头太粗了 我们纯是利益人的念头 那不应该生烦恼 一定是在利益他的过程 他的一些行为 可能让我产生自我感受 产生不欢喜了 这时候要观察得到 我的初心变了 所以我才生烦恼 我的初心假如还是明明得清明 我这个心没有变 那就会有灵感出来了 何其自性本质具足 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所以不能因为我们帮人 又瓶颈了 深烦恼了而不去做 应该是在帮人过程 更认识自己 我容易再起拿一些 不妥的心念 在做事当中更认识自己 把自己这些烦恼习气 藉由每一件事 越来越放下它 像我们说菩萨戒 那在三师和尚面前发愿 发了愿不能忘了 而且是在佛教界 威望得恨这么高的三师面前发的愿 假如不去兑现 那真的 不好意思再去见他们 讲到这里 想到了一个故事 因为惭愧心 是人非常可贵的善根 《百法明门论》里面 人的善根有十一 禅根溃就占了两项 了凡世迅有 照月到焚香告地 这个故事大家听过吧 照辩 一代名臣 他修养自己的德行 他每一天都在他庭院 焚香告上帝 敢跟上帝报告的 不敢跟上帝讲的 不敢做的 好不然每一天开始说 哎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我们 当然 当然你假如住公寓 不要搬个桌子在那里 邻居不了解你在干什么 我们种那个食指 不要操作起来 亲人朋友都不是很理解 虽然是要效法古人 也要考虑到 这个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的情况 其实我们就可以 每一天 当作 对着阿弥陀佛西方三圣 回报 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假如不好意思在西方三圣面前讲 慢慢你就不敢做了 了凡先生 照月道 我们福报大不大 出了这么多圣贤佛菩萨高僧大德 都能效法 他们都在加持我们 这中华俄女 福报太大了 可是我们假如不去效法 那这个福报就 就 流掉了 太可惜了 但是我们看 这一些行为 他是每天做 他才能什么 养成习惯 我们为什么感觉静静退退 因为我们没有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了 慢慢他就内化了 所以像我们受杀弥戒 不能善自做主 什么事情 禀告自己的师父 连剃头 都要跟师父讲 我看 可能大家一看到这个文 怎么这么小的事 还得给师父讲 不要用自己的感受去看事情 静一下心来 想一想 沙弥 都是几岁的人 不满二十岁 在以前 因为不满二十岁 不能做比丘 十几岁的孩子 他训练什么 尊师重道的态度 他要把这个态度养成 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这么一看过去 大部分是秋天以上的人 那请问我们 问问自己 我们这个当学生的态度 练成了没有 假如没有练成 现在是五十岁了 该不该练 是你们点头的 我什么都没说 法器 法器 这比喻 怎样才能把法接住 这比喻是器皿 好的器皿能接住 这个器皿是破的就接不住了 我们态度不对了 就好像我们面对老和尚的教诲 有没有装在心里 有没有装在心里 还是遇到境界 一句也提不起来 这个重食指不做形式 这个部分要自己检查 我们就不说别的吧 老和尚的教诲当中 我们听得比较熟悉的 我们听得比较熟悉的 那还不是老和尚直接要求我们 是老和尚说 我的老师给我开了三个条件 你看老和尚多慈悲啊 都不要求我们 为什么 我们这一两代人 一被要求 不想听话的静就有点上来 所以这一两代人 有一个词叫做叛逆起 古代这个词都没有出现过 现在出现很多 因为这件事 我还特别去问我妈妈 我有没有叛逆起 因为听人家讲说 叛逆起是正常的 我想我是不是不正常 所以去确认一下 大家注意 诗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今天这守三个条件 你每天守才能变习惯 这就是戒 老和尚说他守了三个月 自己感受什么 心清净了 诸位同修 我们学佛三年五年十年了 我们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清净 可不要拙在我学佛的时间 那会被自己给骗掉了 学佛要不越学越放向 要不就是越学越分别 越学越执着 这可没有中间地带 我们是往哪个方向在发展 设心为戒 我们不守这三个条件 比方说 要看什么 要老师同意 所以为什么我们剃头也要 禀报老师 就是养成这个 事虽小 物善为 是吧 我们还不成熟 还不 稳重的时候 你看 沙米十几岁 心还没有定 那当然喜欢玩 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 那心都飞出去了 所以 要看什么 老师同意 有同修 他看的东西发给我 这个可不可以看 我看完 我提醒他们 像我有曾经听 因为我们人 听人家讲话讲得很好 我们也会很欢喜 就会产生 对这个人有好感 可是你可以 因为听一段话 就认识这个人 有一次有一个同修发短信视频给我 他群发了 这个人讲这一段 讲教育 讲得不错 可是 他的老师 是我认识的 是写师 我什么时候认识他 二十七年前 我就认识了 末法十几 法若魔墙 称为邪师的是什么 一百句里面 九十九句是对的 一句 就可以把你送到邪道上去 他这个老师 就是 讲心灵的 讲得人家痛哭流涕 男女关系混乱 你看佛的界里面 我们出家第一条 不隐喻 才出得去 清净明悔章 所以任言经先灭 任言经是造妖境 那你发这个视频了 大家很认同 那这个人讲着讲着 他老师的东西就出来了 你好心办坏事了 说实在 我自己的感觉 老和尚这样一代高僧 我的时间光听他 把他的教诲贯通 我时间都不够了 我怎么 还看那么多其他的东西 大家要知道 学习 不要说 人家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不要又拿佛经来做理由借口 请问善才童子去五十三餐 前面是什么基础 是在文殊菩萨 坐下得根本智 心清净 是非善恶 邪生利害能分辨 不然你去试试看 一个二十几岁的孩子 知见没有见利 你让他跑十个道场 他会变什么样子 今天一个年轻人 假如是到我负责的单位来了 那我得负责任 哪一个人主要负责他 互念他 其他人要配合这个主要负责的人 这叫主办圆容 不然你这些长辈 想讲什么就给他讲什么 他一听 说这个也重要 那个也重要 这个最重要 那个最重要 你说他不乱 而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不是我想讲什么 你要很了解对方的状况 你才去讲话 我们太好讲话了 都搞不清楚状况 就一股脑倒给别人 所以真正要帮助人的人 要先了解对方的状况 你才有地方死 所以这个心要收射回来 这三个条件很重要 不然大家自己去感受感受 你一天刷个三个五个抖音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心有没有出去了 有没有放逸了 有没有因为看那个 产生你 情职在波动了 这个只有你自己清楚了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所以今天老阿上教的 我们没有把它守住变成习惯 他老人家要加持我们 加持不上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跟大家讲 我们讲经前 念本师释迦牟尼佛 念开经济 每一次提醒 我们对能闻佛法的 这种稀有难逢 那个如平得保才容易提起来 不然大家注意看 学佛一年 为什么佛在眼前 爱得不得了 一有时间就听了 但是慢慢慢慢他会退 用什么方式方法 保持触发心 也是要不断提醒 你看老阿上有说的 用三根来做功过格 他就养成习惯了 把弟子归变成自己的生活工作 处事在人结果 这样就有受用了 可是假如我们 连经句都想不起来了 那怎么受用 用不出来 所以像我们受戒了 半月半月要受戒 你看菩萨界 十重四十八轻 你不送了 你在境界里面 能提得起 十重跟四十八轻 来关照吗 当然现在的人很忙 那你最起码十重 这最重要的 一定要送 那四十八轻 哪怕时间不够了 四十八轻 他每一条 都有标题 你已经熟悉那个念内容 你一念那个标题 你就提醒自己 要持这一条 这四十八条 都在一切境远里面 在护念我们 我们有戒了 这个心就不会飞出去了 放逸懈怠了 就会在道中 好 那时间到了 超过了 我们 你看这个讲经结束 一般佛门 就是念回向 发愿回向 我们 合掌来念一下 中生无边 是愿度 烦恼无净 是愿断 法门无量 是愿学 佛道无上 是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我们每一次读 不能读到 有口无心 你看这每一句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苦 这种回向文 把我们的心量整个 过关了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